疫情越来越严峻 防疫工作艰辛 但不能懈怠 棉兰慈濟志工 已经送出了超过 7万份的物资 但依旧是马不停蹄 前往各警局 送上他们最需要的 口罩和防护靴 我们的警察 每个人都要25万 所以我们都很需要 因为警察 直接跟伙伴 在中间的伙伴 国军单位也收到了 这份防疫物资 八家的军医院将优先使用 我们可以盛行 我们希望美国有 能够保护革命 保护革命 我们可以保护革命 我们希望美国有 能够保护革命 所以我们可以保护革命 而在日离学冷县政府 则是收到4000张的口罩 100个防疫用品 含20双的防护革 目前当地已经有两例确诊 还有三位正在观察中 疫情已经开始在蔓延 这份物资来得及时 也希望能够协助 做好最好的防堵 大爱新闻印尼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